目前场上国中余之组 57公斤级的三峡国中苏敬文 对战园林国中许佩新 阿美族的苏敬文私底下相当害羞 但一扇擂台每次出手都相当有力道 他使用连续性攻击顺利牵制对方 到了第三回合对方猛攻 苏敬文快速移动脚步闪躲 开始专授围攻 目前国三的他接触拳击一年多 为了友好成绩下了不少功夫 为的是能在高中继续往拳击之路迈进 最后他也取得冠亚军赚的资格 跟着学姐他们一起 就学姐没有停下来我就不停 如果学姐停我还是这样自己跑就对了 紧接着上场的是高中男子组 64公斤级的新竹成德高中麦家豪 对战彰化艺术高中黄家宏 一开场黄家宏展开猛烈攻势 麦家豪快速移动脚步躲开对方攻击 换个位置麦家豪趁着对方攻击空隙 开始转手围攻 让对手黄家宏招架不住 比赛最后因为双方成绩相当的近 因此裁判以现场呼声决定比赛胜负 最后由成德高中麦家豪取得晋级关亚军的资格 我想把握住就是金牌带回新竹 然后让就是部落的人 然后大家看到我的进步 连笔四天的麦家豪表示 虽然体力逐渐削弱 但是为了夺得好成绩 靠着意志力坚持下去 对于26号的关亚军之战 表示会全力以赴 记者是56张华20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